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参导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雅佛音 我是金雅 南无阿弥陀佛 前两天呢 有一位脸友给我留言 就说金雅师兄啊 最近呢这一期的每日佛期啊 我原来报的是三万 现在呢我要减数了 念不到三万了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啊我女儿生病了 我在佛面前发愿了 要送一百部的地藏经 给她消除业障 度她的冤亲债主 那我一听呢我就跟她讲 这一句佛号可以消 八十亿节生死重罪 包括一切的经 一切的咒都在这一句佛号里了 为什么你要放下佛号 去送地藏经呢 她就跟我讲地藏经是消业障的呀 我说哪一部经也没有这一句 阿弥陀佛消业障来得快 来得勇猛 来得殊胜啊 给她讲了 她也不相信 我想这个问题呢 不止这一位师兄有 我经常会听到 说我要放下佛号 去送地藏经消业障 今天呢 就借着这个问题 给大家分享 静空老法师的开示 我们修净土的人 业障深重 要念地藏经去消业障 有没有必要呢 老法师开始说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那为什么她要送地藏经呢 因为她没有信心 她就需要 如果她对净土没有信心 这句佛号就不灵 如果她真有信心的话 根本没有必要 一句佛号是了不得的 一句阿弥陀佛 就能抵一万部地藏经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哦 只有超过 没有不及 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这个法门叫男性之法 男性不是对普通人说的 对菩萨说的 菩萨那么多 无量无边 毕竟相信这个法门的菩萨 人数并不多 一百个菩萨里面 有一个相信的 不到万分之一 十万分之一相信的 不相信的多 为什么她不相信呢 因为理上讲不通啊 他们就想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 他们修行正果 都要修无量节 受多少的辛苦啊 你怎么一下子就能成功了呢 哪有这个道理 所以她不相信 连佛讲 她听了以后也不相信 她还要坚持走她那个辛苦的道路 她就相信这个 所以这个法门叫男性之法 你看看这个法门 只要信愿持明 下至十念 皆得 往生 这个十念就有讲究了 这个下 是最少的 有人说 灵命中时 十念 这是绝对正确的 灵中一念 都能往生 最后那一口气 咽气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一生佛号 就能往生 但是这一桩事情 千万不能存侥幸的心理哦 有人看到这个经文 我灵中的时候 十念就能往生了 现在何必念呢 我到灵往生的时候 再念就好了 大家要想一想 灵中时念 它必须具备的哪些条件呢 头一个就是头脑清楚 你能保持 你灵命中的时候 头脑清楚吗 这一点很难 你看多少人 灵命中的时候 年纪大了 老人痴呆了 灵中的时候 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这个往生就没有把握 最怕的就是这个 老年痴呆 这个对修净土的是 非常严重的障碍 绝对不能有 头脑清楚 不糊涂 不迷惑 这是第一个条件 很多人看了以后 可能会反对 那你要是这样讲 每个头脑不清楚 痴呆的都不能往生了 也不是 如果他脑子痴呆 虽然他不认人 但是他能记住 这句阿弥陀佛 嘴上说不出来 但是心里有 他也一定能往生 如果他痴呆了 他是不是真的往生了 我们不知道 除了他 往生了以后 回来报信 或者是 家人看到了 踩着莲花走 有瑞相 这个也能证明他往生 如果你这个老年痴呆的时候呢 是没有把握往生的 第二个条件 正在这个时候 遇到一个念佛的同修提醒你 如果没有提醒 你忘掉了 你去想别的东西去 这个机会就错过了 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真是分秒之争 时间很短 有人提醒你 提醒你要真相信 你真干 这些条件具足 就是真信 真愿意去 念一声佛号 念十声佛号都可以 跟阿弥陀佛这个十八愿 就是相应的 这个决定往生 我们能够念佛 念到生死自在 那就真的有把握了 什么时候想走 就什么时候走 我想往生 阿弥陀佛就来了 寿命 不寿命的 没有关系 有寿命 我也不要了 阿弥陀佛来接引你 这才叫真的有把握 我们看到 古人有很多做到了 现前的人 也有很多做到了 我们亲眼看到 亲耳所闻 不是假的 像我们家小菩萨 他就是做到了 他发七天大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走的就是最后一天 真的 欲知实至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像他癌症八年 都可以做得到 我们也可以做得到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你要晓得原因在哪里 他们是真的能放下了 我们还没有放下 问题就在于此 往生极乐世界 必须要把这个世界 放得干干净净 连这个身体都要丢掉 何况身外之物呢 这个世间 拉拉杂杂的 随他去吧 别再管了 你才真的能走得了 还想管一管 那就坏了 你就去不了了 又去搞六道轮回了 那就铸成大错特错了 但是这些事情 在平常天天都要锻炼 都要训练 平时不锻炼 临时想放下 可没那么容易 我们的习性 根气太深了 真是放不下的 平常就要放下 对人 对事 对物 别那么认真 可以有一个认真 你就把所有的一切 人 事 物 都看成是阿弥陀佛 这个认真就好 一切的人事物 通通都是阿弥陀佛 通通都是大菩萨 把我们的境界 慢慢的转变 转变过来 我们的菩提心 就发起来了 菩提心 就天天增长了 也就是 对人 对事 对物 就要用清静心 平等心 觉悟的心 不迷 绝对不会受外界环境的干扰 不受它的影响 我们这样才能真正有把握往生 要认真 要努力的去念佛 这个放下可不是自欺欺人的 往生也不是自欺欺人的事情 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视频以后 真的是要精进的念佛 趁着我们强健时 何不努力修缮 何不去精进的念佛呢 因为我身边啊 太多这种师兄 有生病的 有想求往生的 每天都在给我哭诉啊 这一句佛号真难念啊 虽然我鼓励他们 你要精进念佛 但是我们普通的人 一遇到这种磨难的时候 疼痛的时候 佛号是提不起来的 所以这个就很可怕 当你往生的时候 你佛号提不起来 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加上疼 再加上冤亲债主来讨债 业障现前很难念佛的 你业障现前的时候 放不下的时候 很容易就堕路三恶道了 所以希望大家呢 听了老法师的开始以后啊 都要万元放下精进的念佛 这一句佛号 这一句佛号包括所有的精 所有的咒 如果你明理了 你不需要诵经 你不需要持咒 就这一句功德名号 阿弥陀佛 就能保证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你把身心放下了 靠导阿弥陀佛 两种选择 一 阳寿没到 定好了 二 阳寿到了 承蒙阿弥陀佛的接引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所以 两种选择 都是最好的安排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 请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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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